嗨,大家好,我是小昆昆,欢迎来到小昆昆的音频分享栏目 最近央视的315点名批评了汉堡王 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人人皆知了 那么在这里小昆昆想要谈一谈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浅浅看法 一,品牌是需要生存,需要盈利的 而一大部分的盈利来源于苛刻的成本节运 二,员工需要生存,领导需要升职,需要业绩,也需要成绩 一个分店最好的业绩就是你赚了多少的利润 而利润的一部分取决于你节约控制了多少的成本 三,好区域的这个店不用发愁,而差店天天发愁 总部问责区域,你那几个区的差店怎么办 你还想不想干了 那区域会问责店长,你那个差店怎么办 你还想不想干了 那么在这个层层层层的压榨下来之后呢 通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情况一,会来一个救火队员 通过自己非常聪明的运营手段 以及严格的成本把控,把这个差的门店扭亏为盈 通常二,区域看到这个办法还不错 总部也会看见这个非常不错的成本节约的一个方法 那OK,就成为日常的全国的统一的运营节约成本的打法 那么一家店一年节省下来的钱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巨大 而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几个省会 整个大区乃至全国节约下来的这个成本 那么就可见一般了 那么问题来了,问题也出现了 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了呢 一,成本控制的那个救火队员 二,区域默许这类做法的区域的运营长官 三,总部默许这些做法的总部领导们 四,还是这个整个行业的潜规则 最后,小昆昆总结 企业运营靠良心,切莫让顾客再伤心 国内的餐饮需创新 投资资本要耐心 以上来自小昆昆有话说的音频分享专栏 以上来自小昆昆总结